双鱼座会因为什么生气 双鱼座会因为自己亲近的人误解自己而生气 双鱼座人看着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 非常随性 很多时候表面不在乎 其实内心早已波涛汹涌 你的某个误解态度 可能已让他们在无数个夜晚自我争斗了 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人 任何误解对双鱼座来说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同样一件事 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信任的时候 双鱼座所有的理性都崩溃了 尤其对于用情至深信任至深的双鱼座来说 仿佛自己坚硬的心底最厚的柔软 被人炸了又炸 他们真的会非常生气 其实双鱼座对很多事都可以忍受 唯独忍受不了这份委屈 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根弦来标记自己的底线 如果你冤枉了双鱼座 相当于扯动了这根平衡的弦 放出了那个不理智的双鱼 即使再亲近的人 他们也会疏远 甚至很多时候还会自闭 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 双鱼座会因为别人欺负自己的朋友而生气 双鱼座人的三观都特别正直 别人欺负自己可以 但是想欺负他们的朋友 那双鱼座必须讨回公道 这是因为双鱼座的人特别的互端 即使听到别人说自己朋友的不好 双鱼座也会直接不留其面的驳回去 所以不要去贬低双鱼座的朋友 双鱼座会因为自己的无能而生气 别看无忧无虑 凡事随性的双鱼座一副乐天的面孔 其实他们很有上进心 这个上进心不是指双鱼座 有特别远大的理想抱负 或者强烈的对痊愈的追逐 而是双鱼座对自我成长和技能提升 有自己独特的坚持和追求 双鱼座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 会一直不懈的努力 而且对细节要求很严格 但是遇到瓶颈时 双鱼座也会异常的烦躁不安 会因为自己什么都不会 做不好而生闷气 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自我调节 所以不要轻易地否定一个双鱼座 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不要忽视他们的付出和进步 因为敏感的双鱼座会跟自己生气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回到生活的正规 最后 让双鱼座与你置起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双鱼座的忍耐极高 出了名的性格好 在很多时候 双鱼座都具有为别人考虑和服务的精神 即使面对外界的冷嘲热讽 双鱼座也会选择忍耐 他们的心思敏感 却会急得说服别人只是开玩笑 内心不要多想等等 所以 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乐意 双鱼座的内心 也不愿把现实想得太糟糕 但如果 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 双鱼座也不介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不好惹的 并且一般不发脾气的双鱼 那时会爆发性地让你知道后果有多么的严重 会不顾一切地替自己讨回公道 让你见识一个温和双鱼的强悍反击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